各位老师同学大家下午好 那么今天也是由我来给大家去分享 Gail Scholar这个数据库的资源 还有呢会介绍到我们数字人文的这个实验室平台 也就是说今天有两个大的部分 那这两个部分的内容也会比较丰富啊 那希望第一次了解我们的同学 可以通过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让大家了解什么是依次文献啊 如何使用这些依次文献 还有我们现在可以通过一些数字化的方法 怎样去利用这些文献来开展自己的人文研究 那么我们的顺序啊大概是这样子 首先会先介绍一下我们Gail是谁 然后接下来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Gail Scholar里面 所包括的这些数据库啊 那这里面其实有非常丰富的数据库和主题内容 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向大家去介绍 我们数字学术实验室平台 它该如何去使用来帮助我们提升我们的研究 最后会和大家分享更多的信息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 在最后可以向我提问 那么首先关于我们Gail是谁 我们到目前今天为止的话呢 已经有60多年 其实今年已经是第70年了 一个这样出版的历史 那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我们出版的内容种类是非常丰富的 从早期最开始的参考书 然后到后面文学经典资源的这些 文学评论啊这样的一些经典的资源 再到现在我们最为核心的一部分内容 就是我们的原始档案 那这些资料呢我们经过精心的编算和整理 成为了我们最核心的啊 最具王牌性的这些内容 另外呢就是我们长期会投入研发 去研究这些使用的工具 来帮助学者去提高我们的资源使用效率 这里面会包括到大家经常用到的检索 我们会提供多种不同的检索方式 还会提供很多其他的一些研究工具 那后面包括到数字学术实验室平台的时候 您就会知道这些工具是怎样帮助大家提高我们的研究的 那么说回到历史一次文献 如果我们了解历史一次文献的话 你会知道这些一次文献的收集和整理是非常困难的 也是我们通常在使用这些资料的时候最为棘手的一步 那么这些资料有可能它是非常珍贵的古本 是点击是这种难以获取的 或者说我们知道它在哪里 但是想要找到它或者想要使用它的话 可能需要层层的筛选或者是需要层层的申请 那这些都成为了我们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候的壁垒 成为了获取这些资讯获取这些资料时候的一个障碍 那么Gill的出现就是将这些资料进行数字化 通过我们的OCR技术和我们的手写识别的一些技术 来将这些资料变成可以在电脑上进行访问的 它可能是图片的形式 甚至可以经过OCR之后变成了可以进行复制粘贴的 这种计算机可以识别的文本的形式 那通过这样的形式 我们可以极大程度的将这些知识 将这些资料扩展出去 让越来越多的学者可以使用到它对它进行研究 同时它也是非常经济划算的一种方法 因为我们不再需要由人亲自到世界上的某个图书馆 或者某个地方 然后花费我们的时间精力等等去进行腾钞 或者是其他的这种方式来获取这些资料 它可以让我们足不出户的 只要有网络的情况下就可以访问了 那么我们的合作机构有非常多 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的图书馆 档案馆 博物馆等等 他们的这些馆藏资源 还有一些是像国家档案馆这样的一些机构 或者是一些政府机构 他们来为我们提供一些珍贵的历史典藏的档案 也包括一些历史上出名的 曾经出名又或者是一直延续到今天 仍然在进行出版的这些报纸 杂志等等这些珍贵的资料 那以上就是关于我们Gill和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所介绍的这些历史一次文献的一个大概情况 那么Gill Scholar它是我们最重要的 也是最核心的面向学者的一个项目 在整个项目当中会包括大约有1.7亿页的内容可以让大家去进行访问 并且这1.7亿页的内容全部都是一次文献 也就是说它的诞生或者说这个文献资料 它就是当年第一次所出版的时候的样子 那这些资料呢 首先它是一次文献 其次呢我们的数量十分庞大 达到了1.7亿页 这个数量我们在阅读的时候 可以通过我们的数字人文的一些工具 来帮助我们更加准确的找到你想要看到的那个资料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些资料 来开启我们数字人文研究的这种方式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都包括哪些资料 那在这里的话呢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资料划分 如果您是学习法律相关的主题 或者想要研究法律相关的资料的话 您可以看到在右下角 我们有法律专门的这个主题系列的数据库 包括现代法律之路的非英美国家法 法规法令合集或者是法学专论等等 那这样一个系列的法律资料 您是可以重点关注的 那我们还会按照时间来进行一些划分 比如说当代研究 如果您想要了解当代的一些珍贵的档案 或者是解密的档案 这样的一些资料的话 可以在左上角 您会看到这是我们当代的部分 如果想要研究19世纪的资料 我们会为您提供包括19世纪作品在线 在内的多种不同的主题划分的这种数据库 还有更早期的像18世纪 以及比18世纪还要更早的一些档案资料 也都可以在我们的数据库里面找到 如果你研究文学的话 我们有美国小说 也有英国文学手稿在线这样的数据库 可以让大家去进行访问 我们还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这种报纸和刊物类的资料 那这些资料的话也是横跨数个数据的 你可以一直追溯到17世纪 甚至更早期的这些历史上的出版物 那么绝大多数的这些出版物呢 都是可以进行交叉检索的 也就是说您可以把这里面每一个数据库 你可以既当作独立的数据库来进行访问 也可以把它们混合到一起来进行访问 那么要注意其中有几个数据库暂时还不可以 包括大英图书馆早期阿拉伯书籍 还有英国政府当然在线 还有每个国家地理杂志虚拟图书馆 这几个数据库是暂时还不能够进行交叉访问的 那么接下来我会挑选几个比较重点的数据库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那么首先呢是如果您非常关注中国的一些研究 中国近现代史的这部分的内容 那我们会把注意力放到中国与现代世界这个部分 那中国与现代世界这个数据库的名字啊 顾名思义 它就是一个非常针对中国当代的 中国近现代的这样一个数据库的收集 这里面会主要收集近150年 也就是我们建国前150年的这个资料 那这段时期呢 中国经历呢是比较丰富的 有着非常多的一些历史事件 可以让我们去进行研究 而且呢我们会为您收录并整理的资料来源 也是非常的广泛 也非常的独特 我们会呈现包括专注 手稿期刊 或者是一些手写的信件 包括历史照片等等 非常丰富的各种各样类型的这个资料 那这些资料的来源呢 绝大多数还来自于西方的视角 这和我们通常看到的这个时期的一些中文资料呢 能够成为一种对照 那是很有意思的一种研究的角度 那这些资料里面比较经典的 包括像中国年鉴 它会给我们提供很多 关于中国在某一个特定年代 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或者是一些具体的数据啊 等等这样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1932年中国劳动力的情况 那如果您想要了解建国前的 一些劳动力的变化 那可能通过这样的年鉴 找起来会更方便 还有呢一些新闻报道类的资料 比如说像福人大学足球队 来自于1928年的这样一篇报道 又或者是看到西方的视角下 报道的中国的第一代外交家 报道陆征祥的一个资料 又或者是看到像中国当代艺术 木板画的这种介绍 还有很多的这种 政府答案类的一些资料内容 它可能涉及到的是 当时控制着中国的一些机构和部门 他们所进行的记录 比如说这两份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的 有关在远东撤离盟国居民的 盟国的这个国民的这些这个记录 这是来自于1942年的 这样一份政府的文献 那我们还会看到很多的这种期刊之类的资料 那这种期刊类的资料 因为有着时间的加持 那么我们也可以更加精准的去找到 自己想要了解的具体年代以及事件 那比如说像这里 关于澳门地区的一些历史情况 澳门地区当时所发生的事情 我们都可以在这里 以年代的形式去进行检索 还包括了非常丰富的多种多样的这个资料 除了文字的之外 还有像地图类的 或者是照片类的这样的一些资料 这是我们中国与现代世界可以为大家所提供的 所以如果你研究中国在建国前150年左右 时间内所发生的这些事情 我们可以通过中国与现代世界来进行查阅 这是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数据库 那么第二个要为大家去进行介绍的呢 是我们的珍惜原始点藏档案 那这份档案呢 它的名字我们没有办法顾名思义了 但是呢 它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珍惜原始点藏档案里面 绝大多数的这个资料呢 它都是有一个自己的小主题的 我们可以在这里查看到涵盖非常丰富的这些主题 包括从中世纪巫术到世界大战 政治史或者是国际关系史等等 非常丰富的这个资料和内容 那么每一个紫库都会拥有一个小的主题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跟传教有关的主题 我们能够看到西方人是如何在中国进行传教的 包括像它的传教记录 像这样的这种地理位置上的这种记录 它是如何从澳门来到厦门再到宁波这样的一个传教 并且它会记录下当时清朝的时候的中国风土人情 我们也会看到这样的图像的资料 也会看到很多情报类的 比如说像左边我们会看到这种是情报的这种档案 它会记录些具有高度机密的 现在当然已经解密的这些档案 那么也会看到一些海关相关的这种进出口的 一些报告之类的这些资料 那么珍惜原始点藏档案 它的主题覆盖是非常广泛的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以一个大的主题来给它命名 但是我们可以进入到数据库当中 查阅更加具体的每一个子主题的这个主题 是涉及到哪个方面的 很有可能你的一个非常小的 或者非常特殊的研究 恰好在我们这里可以找到对应的数据库资源 那么这些资料呢 我们会按照他们的一些大的这个主题方向去进行整理 包括地理区域又或者是学科 第三个要去介绍的是我们的19世纪作品在线 那这个的名字我们就知道了 它是一个针对于19世纪资料的大整理 那这一次整理呢 我们与全球近100家图书馆和图案馆进行的合作 来为大家去呈现的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献 那么19世纪呢 也由于我们出版行业的进步 以及一些科学技术的进步 我们有了更加多种多样的历史文献 尤其是包括像照片啊 地图啊等等这一类的资料 那么19世纪作品在线里面呢 我们也分为了几个不同的大的主题子库 包括像亚洲与西方 它专门针对于亚洲与西方之间的这种往来 包括传教士的往来 商人的往来等等这样的一些资料 那它可能呢会涉及到驻外使馆这样的一些记录 它可能会记录我们中国或者是东方的一些国家 比如说像日本又或者其他的一些国家 他们所发生的一些具体事件 也会查阅到很多有意思的这种历史资料 比如说像这一份呢 是当时在杭州地区的一个宣传资料 然后被美国人翻译成了英文的形式 然后寄回到美国给美国当局 它大概讲述的一个事件 就是关于这个中美关系 或者说民间的中美关系之间的一种看法 那像这样的资料呢 会被整理并记录在 如现在所看到的这种档案当中 还有很多丰富的这种手稿信件类的 那像手稿和信件的话 大家看起来也会非常方便 是因为像左边我们会把这些信件进行 他们当年的这种编撰 一并为大家进行呈现 你可以看到左边是什么时期 谁和谁之间进行的 以什么为主题的通讯 那右边呢 我们可以根据他的这个信件编号 去找到对应的某一份信件 你可以看到当时所发生的事情 甚至可以一直追溯 他们两个人或者是多个人之间 这种信件的长期往来 我们会给大家提供12个大的主题字库 刚刚已经介绍了有亚洲与西方 除了它以外 我们还有包括英国政治与社会 英国戏剧音乐和文学 儿童文学与童年 还有欧洲与非洲 欧洲文学 然后地图与游记 摄影 宗教改革与社会 然后还有科学技术 医学 最后还有女性与跨国网络 几个大的主题 那么这是我们的19世纪作品在线 如果我们想要了解 19世纪这个世界上 所发生的这些事情 那么这个数据库 就是不容错过的内容了 那如果我们研究的是文学的话 我们会给大家提供 美国小说这样一个数据库 主要是涉及到 美国在1774年到1920年期间 大量的这些美国所出版的 在美国所出版的 这些小说资料 那这些小说里面 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 有大量的资料 是首次进行的数字化 也就是说 在我们首次进行数字化之前 如果你想要看到这些小说的话 您需要的是通过古籍的形式 找到这本书 并且它还是一份纸质的 这种古籍形式的 所以它在过去是非常珍贵的资料 而现在我们将它数字化之后 您可以在我们的数据库里面 以这个独家的形式 去访问到在1774年到1920年期间的 这些独家的小说资料了 那这里面的小说呢 会涉及到一些名家的作品 也会涉及到一些名家 不太出名的作品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斯托夫人的 《汤姆叔叔的小屋》的第一版 这是1852年的第一版 它成功推动了《费农运动》 那后面还会看到 比如说《小夫人》的作者 她的另外的一个短篇故事集 还有像马克图文的 《百万英镑》的最早期的版本 这是1839年的出版 还会看到像杰克伦敦去世后 所出版的这个1918年的短篇小说集 那这些资料 我们可以通过历史的不同版本 和我们现在所熟悉的版本 进行对照 也可以查阅一些出名的作家 他早期的 还未出名时期的这些文学作品 这是我们的美国小说系列 那么18世纪作品在线呢 是时间更为久远的 更早期的 这样一份数据库资料 它主要是针对 我们英国古籍简明目录 这样一个目录进行的收录 那这份目录呢 也是由陈球的这些知名的学者 来一同编撰修订的 那么根据这样的目录 我们在18世纪 有目的地去挑选 这些最珍贵的作品 进行数字化 总共到目前为止呢 能够提供 大概3200多万页的全文内容 那所覆盖的学科种类 或者是覆盖的这个区域范围等等 也是非常的广泛 还有就是现代世界的形成数据库 那现代世界的形成数据库里面呢 会给大家呈现 时间非常这个覆盖比较长的 多个世纪之间的这个 科学技术的进步啊 或者是这个哲学思想的进步啊 等等 那么巴西与葡萄牙的历史和文化 这个数据库呢 会给大家呈现近五个世纪的巴西历史 主要来自于奥利维拉利马图书馆 那如果大家的研究是针对于 像南美洲地区的话 那这份数据库就不容错过 那如果是中南美地区的话 像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档案室 那这个历史档案 这一份数据库当中 主要为大家呈现的就是 中南美洲地区 那这一块的话呢 会涉及到当年的殖民地的历史 加勒比地区的这个殖民历史 然后还有像黑人历史 又或者是英国 他们是英国和西班牙之间的 这些往来历史等等 那它也是一个覆盖非常广泛 时间尤其是时间覆盖上 也非常广泛的一个数据库 如果我们继续往北的话呢 就会看到萨宾史料里面的 这个美洲的历史 主要涉及到的就是北美地区 那我们这一份数据库资料 主要是以美国人的视角 或者是以这个安格鲁萨克逊人 他们的这个视角记录的 这个美洲的历史的一些情况 我们还会对于北美地区呢 提供另外的一个视角 就是北美原住民相关的历史档案 如果我们把时间放到 更近的100年左右的话 我们会注意到的是 美国在这个时期成为了世界的主导 或者说对于这个世界的影响非常巨大 那么它的解密档案又很重要了 有了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给大家所提供的是 美国解密档案在线 我们把美国的这些解密档案呢 重新进行了编算和整理 那么大家可以在这一个数据库里面 去进行多个不同的国家部门 或者是以不同的解密程度 或者是保密等级等等 来进行跨部门之间的这种检索 我们可以一次性的输入这个水门事件 或者是输入CIA FBI等等 这种关键词 同时去检索 这个来自于不同部门 不同时期的大量的历史档案 如果我们关注像报纸这样的资料的话 我们也可以通过泰晤士报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经典的历史报纸 来查阅我们这个世界所发生的这些事情 那最后的话还要再多介绍一个 就是查特姆研究所在线典藏 如果我们有同学是研究国籍关系 或者是政治相关的话题 那么查特姆研究所 就是非常不容错过的一个数据库资源 那么它是英国的一个智库的这样一个组织 你可以认为它对英国的政坛 有着比较深远的影响 尤其是在这里呢 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知名的政治家 或者是政治人物在查特姆研究所 所发表的一些讲话和研究 那么绝大多数的数据库呢 他们的独立数据库平台 都有着非常好的设计 我们可以根据数据库内容的区别 或者是特色 来进行更加精准的查找和访问 比如说我们有紫库的这种划分 或者说我们有对不同内容的 这种重新的整理 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比较容易的帮助我们去进行资料的检索 又或者是可以看到啊 即便是像手稿这样的资料 又或者是暂时还不能够进行交叉检索的这些数据库 他们也有着非常好的优化 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查找到自己想要的资料 那么如果绝大多数的这些数据库啊 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想要用到它的统一检索的功能 或者说交叉检索的功能化 我们可以通过GPS这样一个平台来完成检索 那么接下来我会给大家介绍我们的检索方式 那像在这里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GPS检索平台 你可以看到在平台的中间有非常多的这个小的图标 那每一个这个小的图标呢 就是我们每一个数据库 就是前面所介绍的像中国与现代世界啊 等等这样的一些数据库 那么我们可以勾选前面的这个勾选选项啊 来选择自己要在哪些数据库之间进行交叉检索 这就是我们的GPS平台可以实现的功能了 您可以同时将中国与现代世界和美国解密档案在线 和泰晤士报这几个数据库来进行勾选 我想要在这几个数据库里面检索某一个主题都是可以实现的 那在这个平台上最上方我们可以调整检索界面的显示语言 你可以把它调整为中文的显示形式 然后呢我们会看到有工具栏 在这里呢会给大家介绍每一个数据库的一些具体情况 还会看到所有的这些历史出版物的一个浏览或者是检索 还会看到我们当前的这一次访问当中 所有检索过的历史 也可以获得任意一个页面的这个当前的固定的网页链接 你可以随时通过链接返回到数据库当中 那这就是我们这个平台的初始的页面的情况 那如果是第一次使用Gill的数据库进入到GPS平台 您对于这个数据库平台里面 这30多个可以进行访问的数据库还不是十分了解的话 我们可以首先通过What's Inside去了解这些数据库每一个都有哪些主题 或者说都会涉及到哪些方面的内容啊 并且可以在这里进行一次快速的检索 就是What's Inside里面 我们会给大家进行数据库的基本介绍 又或者呢是我们对于出版物 历史的这些出版物比较感兴趣 那我们可以通过它点击去查阅所有的出版物 那么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出版物主要指的是那些连载的一些刊物类的资料啊 包括像期刊啊报纸啊这样的一些资料 那你可以输入关键词去查这些出版物的这个名称当中是否包含 也可以在右侧使用筛选的功能来筛选出你想要的出版物 您是甚至可以筛选到它出版的是地点在美国的哪个市啊都是可以的 那么我们回到主页上以一次检索为例啊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呢想要检索温斯顿丘吉尔的话 你可以输入它的名字 然后我们会看到下面会给大家提供联想词的功能 这个联想词的功能呢是依托于我们在 gill所有的这些使用的用户当中 它的这个检索的频率或者检索的这个多少来为大家进行呈现的 您可以看到绝大多数的学者在检索这个关键词的时候 都还检索了哪些相关的资料 接下来是我们的检索结果页 那在检索结果页面当中呢 最上方会给大家提供检索结果的大致分类 那么在这里要提到一点啊 因为GPS平台呢是一个交叉检索的平台 就是一个尽可能多的为大家提供文献的这样一个平台 那么它相对来说会以一个比较笼统的结果的划分方式来给大家呈现 就是大概划分为专注啊手稿啊期刊啊这样的形式来呈现 更加具体的更加准确的这种文献类型的分类 你可以在右侧的筛选过滤结果当中找到 又或者是来到啊我们查阅的这个某一个子库里面 或者某一个特定的数据库里面来进行检索 那么在特定的这种独立数据库里面 会有比GPS平台更加精准的这种筛选的方式提供给大家 可以更加准确的查找 那么我们说回到GPS平台上啊 在这个平台上的话呢 我们还会给大家呈现当前的检索结果条件 如果我们使用了特殊的检索条件的话 那在这里可以看到比较长的一个介绍啊 那还有呢就是结果呈现 由于这些资料呢都是历史档案 所以呢我们会有左边的这种缩略图给到大家 由于它是有缩略图的 那么我们当然也会给大家提供一个更进一步的检索方式 便利于大家去进行快速筛选 就是预览功能 您可以点击这个小手所指的这个预览 然后我们会看到你的关键词的上下文 通过这种方式来快速判断这份历史文献 是不是我们所需要的 那么右侧的筛选可以提供更加丰富的筛选选项 来帮助大家去进行结果的筛选 那这里是筛选选项的放大 你可以看到我们包括了数据库的筛选 话题的筛选 作者的筛选等等啊 很多不同的筛选 同时这个筛选的后面还会包括一串数字 这个数字呢就是当前的筛选结果 包含有多少条的检索结果的数量 那么我们选择自己感兴趣的文档之后 就可以进入到阅读界面 那这里呢是常规的一个阅读界面 那么我们会看到有两种显示形式 一种呢是原图或者说是原文的PDF的这种图片的形式 也会看到右侧的这种OCR之后的文本的形式 它可以把图片当中或者是原文当中的这些文字识别 并且在右侧也可以复制粘贴的这种文本格式给大家呈现 那么这种方式呢更便于我们去进行单词的查找 更加精准的定位到自己想要的这个页面当中 或者是文章当中 那么图像操作当然也是提供的 我们可以进行图像清晰度的调整 或者是页面显示方式的调整 那么也可以在右上角呢对于这份文档进行对应的文档管理 那么侧边工具栏里面我们还可以拓展更多的工具 来帮助我们去阅读这份文献 那么侧边工具栏里面首先包括了对于文档的显示形式的调整 那包括是否打开欧斯牙文本格式啊 或者是否展示图像格式 是否以文章的形式呈现 还是以这个整页的形式呈现 或者是跳转到关键词所在页 又或者是在当前的文本内进行二次检索 又或者是跳转到相关联的文章 都是可以实现的 那么如果是有目录的文章的话 我们会提供完整的目录 如果是书籍我们会提供章节 如果是报纸的话会提供每一页都包含了哪些文章 如果包含了照片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图像资料的话 我们会给大家在左侧的侧边栏里面提供这些图像的整理 那这些图像也会按照不同的类型去重新进行整理 包括像照片插图或者是版画等等 那么最后呢还会呈现完整的引用格式 您可以查看到这份文献它的最原始的原始来源 如果我们需要去引用它的话 在页面当中右上角选择引用就可以开始我们的引用了 我们提供四种在线的引用格式 又或者下载到本地来完成引用 也可以转发下载或者是打印 那下载中呢我们会提供OCR的文本下载 也提供了原始的PDF的下载 最后是获得一个网页链接 那么在高级检索方面呢 我们同样支持像波日语言这种检索方式 那想必大家使用数据库的话 也已经听过很多关于波日语言使用的方法了 那在我们这里是同样支持这些波日语言的逻辑的 那你可以通过逻辑字段来更加准确的找到资料 如果我们使用波日语言这个找资料 可能还是觉得比较麻烦的话 可以使用我们的筛选选项 那么就像前面所提到的筛选选项在GPS平台上呢 是相对比较宽泛的一种筛选 如果我们需要查找到某些特定类型资料的话 那比如说像解密档案 那如果你使用GPS只能看到现在的这种筛选形式 但如果来到解密档案的这个自己的那个独立数据库 你是可以看到更丰富的筛选选项的 比如说解密程度 保密等级 解密时间等等 那这样的筛选的话 可能对于我们有比较精确的查找目的的话 会更适用一些 我们还提供了出版物的查找 和前面出版物的浏览在一起 是可以进行互相的跳转的 那么在这个平台上 我们就集成了两个数字人文的小工具 那一个呢 是数与次频分析的这种工具 可以把我们的检索词 按照时间顺序来进行整理 告诉我们在检索结果当中 它的数量变化 那通过这种数字人文的分析方法 可以查看到一些关键词 它的变化趋势 那比如说在这里 我们以19世纪作品在线为例 我们可以查看到 19世纪的这些资料当中 在探讨马克思 探讨社会主义 探讨资本主义的时候 它的这个相关性的一种变化 如果我们比较熟悉这种 统计学里面这种相关 斜相关 你会发现它们有同样的这种变化趋势 同时向上同时向下这样 而且它们的这个同时性 也都还比较好 那这可能对于我们去进行研究的时候 会比较有帮助 可以便于我们去发现一种现象 那第二种工具呢 就是这个主题查找的一个功能 或者说话题查找的功能 它可以帮助我们把检索结果的 前100个关键词 纳入的算法当中 来为大家整理它们之间的关系 那同样我在搜索卡尔马克思的时候 会看到前100个检索结果 绝大多数都会涉及到的 另外的主题是德国的政治理论家 还会涉及到共产主义工人 等等这样的一些词语 我们可以点击之后再进行放大看 查看它二级的关联程度 那比如说像马克思社会主义 又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关键词 那通过这样的方式 很有可能帮助我们找到的是一些 在过去自己在学习经历当中 又或者在研究经历当中 可能自己错过的 或者说没有注意到的一些 有意思的研究对象 或者是研究的主题和话题 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拓展自己的研究方向 那么好的 以上大概用了30分钟左右的时间 去给大家介绍 我们GPS 就是我们的这个检索平台 以及我们GIL的这些一次文献 它的这些资料 那么接下来的话 为大家去进行介绍的是 我们数字学术实验室这个平台 如何去使用这些前面所提到的 这些历史一次文献 进行更加高阶的 或者说更加复杂的一些这个人文研究 那么首先要先介绍一下数字人文 那么数字人文 其实我们距离它并不遥远 我们已经在使用数字人文的这些资料内容了 那使用数字人文 稍等一下 稍微调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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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么使用数字人文的话 其实我们已经有着比较 这个长的一个使用习惯了 只是大家可能还没有意识到 那么数字人文 其实从最早的时候 就是我们把这些资料 进行了第一次的数字化的时候 就是它从原始的这种图片的形式 变成了我们现在可以使用复制粘贴的 这种形式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开始在使用数字人文工具 去进行研究了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常用的检索 那么检索的实现 就是通过数字化才实现的 它其实就是数字人文的第一步 那么第二步呢 我们很多人 其实也已经尝试去进行使用了 就是对于这些资源进行统计性的分析 比如说像我们左边看到的 这种经过了OCR之后的这个文本 那么我们可以让计算机 帮助我们去找到这些单词的出现的词频数量 那么这些词频的数量出现 统计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根据统计的这个基础结果 就是一个数量的多少 去实现图像化的输出 这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 都是属于数字人文的一个部分 那即便我们目前没有用过统计分析的方法 或者是使用数字人文的这种更高阶的分析方法 我们哪怕是只是用过它进行检索 其实你也已经开始在应用数字人文的一种研究方法了 那么无论是哪一种 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会发现使用这些技术的过程当中 会对于我们原本的研究方式有一个新的提升 或者说带来一种新的视野 那么这些会最终形成我们对于数字人文的一个共识 那么就是它是一种新领的研究方法 它可以解放我们研究 我们人文的这些传统学者的研究的方式 将这些繁重的机械性的一些工作 交由电脑来帮助我们完成 同时它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加广阔的思辨和推理的空间 因为我们应用了新的方法 它可以给我们带来不同的视野 那么又由于我们使用了这种数字化的工具 它可以引入的研究方法 是来自于社会科学的这种研究方法 它可以把一些定量的研究方式 加入到我们过往的这种定性的分析当中 那它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 来帮助我们进行新的这种人文方面的一些研究 那么在研究它的过程当中 大家如果经常阅读一些期刊论文 你也有可能使用过右侧的这样一个工具 它可以帮助我们把当前你所阅读的这份文献 所使用过的或者是其中所提到的一些 它的引用文章进行串联 形成这样的一个网络图 那我们可以顺着这样的一个网络图查看到 当前的这一份最新的研究成果 受到了哪些人的启发 或者说受到了哪些其他学者的影响 那像这样的网络图的呈现方式 网络图的研究方式 其实也是数字人文的一个部分 那么所以说数字人文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日常的研究工作当中 就已经在使用数字人文了 那么数字人文的上手呢 其实也应该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和赫兴基地大学的这个学者呢 进行了了解之后发现 他们整个研究过程当中 占据他们的这个研究重心的80% 是前面的准备工作 包括文献资料的整理 文献资料的预处理 以及这个分析工具的搭建 那这变成了很多人文学者 上手数字人文 或者是上手更高阶数字人文的时候的 一个重要的或者是最大的障碍和阻碍 那么GIL的出现呢 希望可以帮助更多的学者 经过数字人文 可以继续自己的这个更高阶的一些研究 或者说是更深入的一些研究 那么我们希望可以帮助大家 把前面的这部分准备工作做好 那么因此呢 我们出现了DSL 也就是我们的数字学术实验室 那么在GIL这里 无论我们是使用比较初级的 从检索开始 使用跨平台检索 或者是使用一些基础的 前面有提到的这种 数语词评分析啊 这种分析方法 还是使用到更高级的文本挖掘 都可以在我们GIL平台上 一站式的去进行使用和挖掘 那么因此我们设计了另外的一个平台 也就是DSL平台 来处理更深层次的文本挖掘 那么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的 右侧的这个就是我们的GPS平台 就是刚刚有介绍过的探索发现的平台 左侧这里的就是我们去进行 更加深入的文本挖掘的平台 那么我们在使用数字人文分析的时候 很可能会首先 先通过话题查找器的查找 尝试去使用这个关键词 来帮助我们去找到一些新的研究方向等等 然后以此来创建我们的语料库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 检索这个关键词 民俗主义会查看到 在太晤士报当中 都涉及到了哪些关键词 或者是哪些主题 那由此呢 我们可能会找到一个更加具体的研究对象 也可以通过一些数据的分析 帮助我们找到一些特殊的现象 比如说哪里出现了高峰 哪里出现了低谷等等这样的一些变化 并由此呢 帮助我们去找到一些研究的特定的时间段 或者是研究特定的这个对象等等 那通过这些方式呢 可以帮助我们去进行更加深入的文本挖掘 那比如说像在这里 我们输入两个关键词之后 会看到有两次的这种高峰 那么这两个时间段 很可能就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对象 那随后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具体的文章 并且将这些文章加入到我们的语料库当中 创建出自己的语料库来进行对应的文本分析 那么我们也会查阅到一些重点的人物 并对这样的人物来进行更加深入的查找 和语料库的建立 我们随后呢 可能会形成一个自己的时间轴 来知道自己的这个语料库该如何去建设 或者是自己对于某一个主题 有一个大致的这个历史脉络 这些都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些小工具来实现的 那很多的学者呢 也会应用各种各样的工具 来帮助他们完成自己的研究 比如说像这里有学者 他使用的是我们的18世纪作品在线的数据库 来实现的这个医学方面 医学史方面的一些研究 也会看到像前面这里有这个学者 使用泰晤士报的分析 来帮助我们去研究这个女性投票权运动 在英国是如何开展的 那无论是怎样 那他的最后的研究的对象呢 依然是我们的历史一次文献 那么工具的呈现 是帮助到大家去更好的 对这些历史一次文献来进行挖掘的 那么在我们DSL的平台上 首先第一步给大家所呈现的 这个资料内容呢 就是去进行语料库的创建了 那么在语料库创建的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在这里选择 稍等一下 在语料库创建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通过 像刚才我们的这个查阅 找到了一些话题 或者是找到了自己感兴趣的一些资料 可以通过第一步创建语料库 来完成自己的语料库创建 也可以在上方点击管理自己的语料库 去查阅自己过往已经建立过的 这些语料库 那么在最新的这个更新当中 我们允许读者以个人的形式 去开展自己的研究 也可以选择以团体 或者是小组的形式 来完成自己的研究 你可以加入到别人的小组 或者是自己开展一个小组 让更多的人加入进来 那么如果我们是小组 可能会涉及到的情况 就是和大家的沟通 我们还提供了 笔记本的功能 可以让大家进行更加畅快的这种沟通 或者是记录下我们的每一次的研究成果 那么大家可以在这里插入表格 或者是插入自己的感想 以及插入每一次的这个研究过程 进行记录 那这些资料也支持大家去导出 或者是排序 那么再接下来的话 我们可以进行文本的清理 和研究的工作 那如果我们是比较初级上手的 这个学者的话 第一次使用DSL平台 或者是第一次了解数字人文的话 也不用担心 在我们的平台上 会给大家提供学习中心的功能 帮助大家快速上手 这样的一工具 那么在这里的话 你可以看到 我们会给大家提供完整的工作流程 从创建预料库到文本清理 那么第一步创建预料库 由于 稍等一下 好的 由于我们的整个的这个资料呢 是依托于给自己的这些 依次文献的资源 所以我们可以在检索这里 以同样的检索方式 和GPS平台无缝的连接 这些历史文献 这些历史的 这些依次的文献 那如果我们认为 Gail的这些历史依次文献 还不能够满足您的研究需求 或者您有自己的一些文献资料 想要上传进来 去进行更加深入的文本挖掘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右侧的这个上传功能 来实现这样的一个资料的扩展 我们允许您上传TXT的文本格式的这种文字内容 然后呢进行统一的管理 并且呢支持大家去统一的添加这些 原数据的一些资料 上传后您可以进行这样的统一管理 那么并且可以把它和Gail原本的这些资料呢 进行混合创建新的预料库 也就是说我们Gail的资料创建完之后 您可以和自己外部的一些资料 去混合到一块来进行文本挖掘 那么原数据啊 不要忘记进行登录啊 并且可以把它批量的这种上传 那么这些原数据呢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很多的研究工具当中 会涉及到一些原数据资料的这个使用 它可能成为我们的这个重要的分析的对象 那么如果我们没有TXT的文本 而是一段自己查阅到的这个文献资料内容 它可能是需要手动去进行输入的 也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可以在右侧这里输入这段文字 并且输入标题以及原数据 那么输入后呢 我们可以统一的去对这些资料进行管理 您可以看到这是我在过去所有上传的一些当代的期刊资料 并且是医学期刊的一些资料 也是可以通过它去进行文本挖掘的 这是我们非常强大的 语料库的功能 还支持大家使用Gil的这些精彩的一次文献 也同时允许您扩展我们的这些资料 那么语料库如果您有创建 那么这些内容集是可以支持大家去进行基本的管理操作的 包括移动合并复制或者是删除 等等这些基础的功能 那么在点击内容集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到内容集的这个查阅了 我们可以看到内容集的基本概况 内容集是如何创建的 我们过去的检索形式或者是创建的形式 也可以看到当前内容集已经完成了哪些分析工作 那么像这一份内容集 我们目前已经完成了四种不同的分析 那么接下来呢 我会以一个新的案例来给大家去具体介绍 整个语料库内容集的一些具体的使用方法 比如说我们想要了解一下 面对新的技术出现的时候 人们是如何谈论这些新技术的 我们并且呢 选择了两个可以进行对照的角度 一个呢是科学性的杂志 一份呢是更加社会性的杂志 那么当时人们面对电力的出现时 也有着和现在我们面对AI时候的一些情绪 或者是一些讨论 或者是一些态度啊 那我们可以看一看 在100年前 大家是如何面对电力的出现 那我们选取的两份内容集 分别是Band of Light 这个光的杂志 然后光的旗帜 然后还有呢科学美国人杂志 这两份杂志很明显 科学美国人是一个更加倾向于 科学技术的一份杂志 那么我们在创建内容集的时候 由于这两份资料 全部都是来自于 给有自己的资料 我们可以在美国古文物学会 选择上勾选上之后 然后去进行对应的关键词的查找 并且在这边使用高级检索 去进行筛选 那么很轻松 就可以创建好两个内容集了 那么在下面可以看到 当前的检索结果有5000多条 那么它们分别来自于哪份杂志 然后在左侧选择勾选 然后再选择添加 就可以添加到具体的内容集当中 那么我们允许您一次性最大 上传或者是最大 这个勾选 1万个检索结果条目 上传到内容集当中 也就是说内容集里面 每一个内容集最多 可以有1万篇文章 那么如果需要进行下载 或者是这个批量导出的话 也支持您一次性最多 下载5000篇文章 这是我们关于内容集的创建 那第二步呢 是要对这些内容集 进行一个基本的文本清理 通过文本清理 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机器 或者说计算机 更好的去找到那些 有价值的关键词 而不被一些无意义的 或者是错误的一些 这个识别所影响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使用到清理工具 使用各有的清理工具的话 我们可以在最上方去创建一个新的清理配置 或者是复制当前的清理配置 又或者是测试当前的清理配置 是否合格 那么清理的配置的具体情况呢 是在左侧和中间 左侧的话呢 是我们的截止词 或者是停用词 我们会给大家提供一些默认的 停用词的选项 在这里也可以输入自己需要 让计算机忽略的词语 中间这里呢 是我们比较可以快速使用的 一些这个清理的选项功能 那右侧呢 是对当前的清理情况的一个描述 中间的这个更加清楚的 这个内容清理的配置工具 包括了像文本的一些更正的一些情况 大小写的调整的情况 文档字符的一些错误字符的这个筛选 把它删除掉或者是调整 或者是特殊字符的删除调整 表格的这个标点的删除调整 或者是空格等等的这些删除和调整 我们还可以对它进行文档的拆分 如果它是一个长篇文章的话 我们可能不太需要注意它的文章目录 或者是文章的前沿 我们只需要对它的正文负责 或者是我们不需要正文 需要的是某一些特定的内容 都可以在这里去进行对应的筛选 那最后还会提供一个替换的功能 那替换呢也是非常常用的功能 比如说有不同的拼写方法 像这个英式的美式的 或者是古典英语的一些 拼写方法的变化 又或者是一些由于印刷所导致的一些 单词的这种这个被截断的一些情况 我们可以把它重新拼回到一起 那么通过这些方法 也是可以帮助我们把最后的分析数据变得更加准确的 那么这里呢 根据我们的需要已经设计好了一个全新的这个清理配置 那么这个配置呢 可以更加准确的帮助我去了解电力这个话题 在100年前大家是如何探讨的 这是我们当时所选择的这些清理配置 您可以看到很多我们的这个选择 像这个替换这里 把一些词语进行了替换 选择了默认的英文 在此基础之上又添加了这么多的 可能会影响我们分析结果的一些新的词语进来 那么再接下来就可以跳转到我们的分析功能当中了 那么在分析界面当中 我们会给大家提供六种不同的分析工具 这六种分析工具呢 也是属于自然语言处理的一个方面了 我们会给大家提供 包括像文档的剧类的工具 包括命名实体识别 磁性标注 恩怨语法 情感分析 主题建模 这样几个工具 来帮助大家去对文本进行分析和整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按照顺序来给大家去介绍 每一个具体的工具 但是要值得注意的一点是 每一个工具 它都有对应的一些比较适用的适用范围 或者说是比较适合的一些研究需求 并不是每一次的研究当中 都需要使用这六个工具 我们要按照自己的实际的实验设计 或者是研究目的来选择具体的工具 那比如说当前我们研究的这一份 关于电力在上个世纪 一百年前的这个大家对它的态度的这种研究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注意到 恩怨语法是一个比较适用的工具 我们可以通过恩怨语法呢 去了解到在这些文章当中 大家都会对电力使用哪些词语来描述它 或者会用到哪些词与它相关 那么恩怨语法呢 是一个基础的统计分析工具 它可以帮助到大家去找到 这个预料库当中哪些词语出现的数量 最多数量的变化情况等等 那么n的意思呢 就是这个单词的大小 如果n是1的话呢 就是一个单词也会被考虑进来 如果n是2的话 就表示它至少是两个词的词组 那么最高的话 我们支持六个词的词组 那下面的话呢 还有这个单词 它最小的出发的预值 然后又或者是 它能够给我们反馈多少个结果 那恩怨语法的话 我们默认情况会给大家反馈1000个单词 如果我们不需要那么多 也可以给大家调的更小一点 比如说反馈前100个重要的 出现频率最高的单词 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筛选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 经过统计之后的文字云的样式 首先会看到的是来自科学的杂志 那在这里面 科学的杂志里面提到电力的这些文章 都会提到哪些单词呢 首先我们会注意到Hospower 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词组 也就是说它的数量是非常庞大的 那么换句话说 电力主要涉及到的就是驱动的 或者说是这个功率的一个变化 它可以给我们当时的这些人 提供的最直观的感受 就是可以有更大的马力 或者是可以提供一些输出等等 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可能性了 同时还会注意到一些词语 比如说跟电有关的一些制造 又或者是蒸汽机这样的一些词语 那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到另外的一个杂志当中 光的旗帜 或者说这个更加大众化的杂志的时候 我们会注意到 它并没有过多的讨论这些技术性的话题 而是讨论的是人与这种新技术之间的相处 或者说是这种和谐的关系 那这个里面呢 更多的还会看到一些有意思的词语 比如说这个灵媒啊 或者是这个灵魂啊 这样的一些词语 那这些词语的出现 还有这种人类生活 或者是人类幸福 这样的一些词语的出现 也会感受到这种大众读物 更加关注的是一种宗教性的一些话题 我们还会展示另外一种显示形式 除了文字云以外 可以以这种柱状图的形式来显示 那么在这里会更加清楚的看到 Hospower这个单词 词组会一记绝尘的啊 排在第二名这样的一个位置 接下来还会看到的 就是它最直接的应用 电力的直接应用 人类感受最直接的 就是光的出现 电光 然后再接下来后面还会看到 像刚刚有看到的蒸汽机 以及其他的一些词语 第二个工具呢 是情感分析 我们想看一下 这两份不同的杂志 在报道跟电力有关的 这些文章和话题的时候 是否使用了一些情感词语 那么这些情感词语的话呢 我们会使用情感词典 来对它进行打分 并且标注 来标注每一篇文章 在某个特定的时期当中 它的这个情感的总得分情况 那比如说在这里面 我们会看到的是 Band of Light 这个光的旗帜 这份杂志当中 所呈现的一个分布情况 那中间是比较中性的 这些情感词 那每一个点代表的是一篇文章 你可以看到 绝大多数的文章 所使用到的情感词 都是偏中性 甚至中性偏好一些的 非常少的文章 会使用到这种 较负面的一些情感词 那么我们选择另外的一个 科学性的杂志的时候 我们则会看到整个情感词的数量 会开始急剧下降 从刚才在上面这个位置 然后到一下子就变到下面来 那么所以我们很明显的能够感受到 这种科学性杂志里面 使用情感词的数量的一个数量变化 其次呢还会看到 它的一个大致分布情况的变化 它会更加的中性一些 同时如果大家马上联想到 统计学里面的分布的话 会注意到 它基本上应该是属于一种 正台分布的一个大致的情况 从数量上你可以看到 大致是这样的一个分布 那么它还可以调整为 第二种显示形式 就是以时间为轴 去看一下随着时间的变化 那比如说科学美国人杂志里面 对于电力的这些文章 本来情感就不是波动很大 但是也能够看到情感词的使用 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上升 也许这个上升的趋势 预示着电力的普及越来越广泛 那么这是通过我们的情感词点 来帮助大家进行的一种分析 第三种呢是主题建模 这也是一个非常常用的 非常常见的分析工具 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查到一些 隐藏的语义结构 由此呢来帮助我们去确定 一些文章当中所包含的主题 就像让机器帮助我们 去做阅读理解一样 那在所有的这些文章当中 我们在科学美国人杂志里面 会注意到它的这些主题都有哪些 我们默认让它帮助我们去分析了 20个不同的主题 那么主题在默认情况下 是以topic 0123这样的方式来命名的 我们需要回到文本当中 重新对当前的这个主题进行分析 才能够对它进行重命名 比如说像这一份 我通过计算机帮助我所分析出来的 10个描述单词 再回到文本当中 回到文章当中去进行大致的阅读 了解到整个这个主题 都是涉及到光学相关的 和电有关的这样一个文章分类 或者是一个主题分类 我们还会看到有些主题分类 会涉及到大量的与蒸汽机有关的话题 或者是一些便利实验 科学发明专利相关的一些话题 那么如何去判断计算机 所找出来的这20多个主题 是否有效 是否可用呢 我们可以通过左侧的这个筛选 筛选一些具体的这个 这个分类方式 或者是筛选这个数据的方式 来帮助我们去判断 这些主题的有效性 那这些分类的方法呢 会包括像均匀距离 预料库距离 这个平均自长 或者是斜相关 或者是这个文章的这个相关性 还有这个排他性等等 通过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判断 某一个主题是否足够有效 那么还会在下面看到 具体的这个关键词 或者是这个之所以会放到这样一个 话题下的一些原因 包括像一些词组啊 或者是文章啊等等 都可以通过这里去快速的进行跳转 并且查阅 我们也可以调整它的显示形式 以由高到低啊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来进行呈现 帮助我们去快速确定 哪些话题计算机的查找 是十分有效的 我们还可以显示另外的一些这个形式哈 比如说像在这里我选择token 就是选择有多少个这个词 被他这个当作出发词去使用了 那么可以看到像这样一个话题 它的用量是最大的 它这些词语经常会被判定为某一个主题 那么很可能 它具有非常广泛的代表性 也很有可能的一个情况 就是这些词语太常见了 可能对于我们这一次的分析并不是十分有效 那么对此本次研究的话呢 我的发现就是它太过于广泛 所以topic 6这个话题可能不是一个有效的话题 但相应的像科学与灵魂宗教灵魂这样的一些话题 它可能是相反比较有效的 第二种显示形式呢 是我们可以回到一些具体的文章里面 就像我们平时写文章写作文一样的 我们可能在一篇文章当中包含有多个主题 那么在某一些文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文章不同的段落不同的部分 是会包含不同的主题的 那么通过第二种显示形式 就可以去查阅具体文章里面 所包含的主题情况了 那比如说我们还是在科学美国人 这样一个杂志当中查看 20多个不同的主题里面 有些主题占据的篇幅比较大 占据的总量比较多 有一些主题呢则相对比较少 我们能够看到像这个紫色这样的区域 它可能是相对比较多的 那我们可以根据筛选左侧 选择某一个特定的主题 然后像蒸汽机 我们就能够看到哪些文章当中 在广泛的或者是在大量的探讨 电与蒸汽机之间的关系 可能是比较关系 也有可能是其他的一些探讨关系 那么我们最多呢是支持大家同时 对比50篇文章 我们可以根据需要呢 在自己的预料扣当中 不断的进行调整和筛选 来查阅这些具体的文章 它的主题覆盖情况 第四个工具呢是聚类工具 我认为它对于我们的本次研究 也是比较有效的 比较有帮助的 我们可以让聚类工具呢 帮助我们去把这些文章 以相似的情况 以是否相似的情况 来进行一个这个坐标的查找 或者是坐标的一个整理 那么也就是说在坐标轴当中 两个点所代表的两篇文章 它的空间位置越近 这两篇文章就越相似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来找到一些具有特定相似性的文章 那么比如说在默认情况下 我先让计算机帮助 我在科学美国人杂志当中 找到两个大的分类 那么你可以看到 左侧这里的话相对来说 是比较集中的 这里呢相对来说比较零散 那么很明显 它的主题文章之间相似程度 或者说话题的紧密程度 会更高一些 我们还可以点击之后呢 对它进行重命名和了解 那么通过点击了解 回到原文 我们发现 这些橙色的这个部分 它主要呢 都是杂志当中一些问答 板块里面所提到的 和电有关的话题 它的回答可能会更加的宽泛 更加的零散 主题性没有那么的明确 也正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 所以它整体划分的 会比较散乱一些 我们并且呢 可以在这里 把它重新进行命名 也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对于自己过去的这个内容集 就是这样一个完整的内容集呢 进行重新的整理 把我们的目光 更加集中到蓝色的 这个部分当中 那么我还对它进行了 第二次的整理 那么这是第二次 所呈现的结果 我们对它进行了 十个不同的剧类划分 重新剧类划分之后 会发现左侧的这个刚刚是蓝色的 这个部分 再一次被划分成了多个不同的话题 那么右下角这个橙色的部分呢 也是重新被划分了几个不同的话题 那么左侧这个蓝色的 更加聚焦于科学技术的这个部分 它依然有着一些主题项的这种分类 我们也可以回到文本当中 再去进行更加深入的挖掘和整理和研究 这是我们的剧类工具可以实现的 那么除了以上四个之外 可能在本次研究当中 我认为另外还有两个工具 并不是那么的适用 它可能对于本次研究 可能效果并不好 或者说并不是我所研究的这个重点的方向 我可能本次就不再使用了 但是为了向大家去展示 所有的工具以及它的使用方法 那么我还是要去介绍一下 比如说第五个工具 是命名实体识别的工具 它主要的功能是帮助我们 把文档当中所有的实体识别出来 并且将它按照不同的类型 重新分类整理 帮助到我们的研究人员 快速识别一些具体的信息 那这些信息呢 其实是可以应用到 更多的一些这个工具当中去使用的 比如说应用到一些地图的工具里面 或者是应用到其他的一些工具里面 因为这些命名实体 是非常适合去做一些图像化的表达的 比如说我使用了命名实体识别的工具 去分析这个光的旗帜 这样一份杂志 你可以看到它所涉及到了非常丰富的地名 那么如果我们再看一些邮寄 或者是再看一些信件 或者是再看一些这个 涉及到地理位置的一些这个资料的时候 可以通过使用命名实体识别 来帮助我们在空间上去重新的整理这些实体资料 实体的这个名词 并且将它们整理到我们的地图当中 命名实体识别可以做的事情 还可以回到文章当中去更加深入的去查阅 一篇文章里面使用了哪些命名实体 那么最后一个工具呢 是磁性标注的工具 那么磁性标注工具的话呢 它同样可能不是非常适合本次研究 但是它有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适用范围 就是对于作家 或者是对于某一类型的文学作品 或者是某一类型的这个文学题材 或者是这个文档题材 去进行语言方面的了解 因为磁性标注呢 可以帮助我们去分析 语句当中的词性结构 它会使用到名词 动词形容词 副词等等的这种词性 然后来重新标注我们语言的这个使用情况 那么不同的文学题材 或者是不同的文档 可能会有着不同的一种表达形式 可能会更多的使用专有词 更多的使用副词 或者是更多的使用代词等等 我们通过这些方式来查看 一个人他的语言习惯 或者是一篇文档的语言习惯 是非常快速且实用的 那么我同样选择使用电力的这样一个话题语料库 那么我把两份刊物 混合到一个语料库当中之后 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去判断出 这两份文档 或者是这两个系列文档 它们之间的语言上的差异 我们可以看到 当使用这个比较的时候 可以看到科学类的杂志里面 会更多的使用大量的名词 而较少的使用这样的一些专有词 那么会看到它其他的部分 有着比较类似的一些趋势 只是在这里差异会比较大 我们也可以根据一些不同的这个文档的形式 或者是这个文献的形式 它的这个答案类型来进行查阅 比如说article的形式 或者essay的形式 水笔或者文章的形式 也能够查看到有类似的这种比较的关系 article的话 它的专有词会更多一些 那么这些情况呢 可能会成为我们的一个研究的新的现象的发现和挖掘 那么如果我们对比的是两位作家的话 很明显它能够帮助我们去查看到两个作家 可能在同样的话题之下 他们在写文章的时候 有哪些语言使用方面的一些技巧上的差异 我们还可以比较的有包括作者 出版机构出版单位 这个出版物名称 这个文献类型等等这些方式的筛选 那么最后的话 总结一下 那么我们今天这一次的案例主要使用的是 19世纪末二世纪初的时候 两本连载的杂志是如何探讨电力的这个话题的 那么很明显呢 在科学的这个杂志里面 它会更加倾向于去介绍一些具体的技术 是如何实现的 这个技术在当前的一些应用场景 以及对于我们未来的一些应用场景的预测探讨 尤其是像我们可以注意到的一些关键词 像包括House Power这样的非常明显的一个关键词 就是电主要就是以驱动的形式 这个呈现到人类社会的 还有呢就是电的最直接的应用就是光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知道 电可以用在更广阔的领域当中了 它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 但是电灯或者说是电的这个光的效应 它依然是我们最初了解电的绝佳途径 那么到今天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和我们现在所熟悉的 这个比如说人工智能AI的这个爆炸式的这种增长 它的这个科技的进步 当做我们的一个可以参考的研究对象 那么现在我们所面对的这个AI的时代 新的这种技术的出现 我们依然是需要一些可以便于让广阔的 大家都可以理解的这种方式 来让更多的人知道AI是什么 它可以应用到哪里 那么更加技术化的一些学者 或者是更加技术化的这些研究人员 他们会更加倾向于去关注 这项技术未来的一些潜在的应用 以及它现在是如何可以实现的 以及我们该如何更好的去实现这些工作 那么如果我们想要了解这些具体的这个工作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实验 或者是一些这个实验设计来开展自己的数字人文研究 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刚才所介绍到的这一份工具 这个案例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学习中心里面 查看到这样一份案例的 你也可以下载跟我一样的这个案例的预料库 去尝试自己去完成一次分析 我们会给大家做非常清楚的这种案例分析的一些介绍 在我们的DSL平台上就可以实现 那么今天的话呢 也是向大家去介绍了我们Gill Scholar 整个学术这个资源有哪些丰富的资料 还有呢就是我们DSL整个学术实验室平台 可以使用到的一些这个分析工具 那么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一些信息的话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也可以关注我们bilibili的账号 去了解更多有关于数字人文的这个情况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我会留下大概正好20分钟的时间 如果大家对于我们的数据库资源 又或者是对于我们DSL平台的这个使用 数字人文的一些使用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向我来进行提问 感谢石老师的分享 那现在是问答环节 欢迎大家有问题 都可以开语音或者是写在聊天室上面 那我也把一些有用的信息分享到聊天室上面 就像我们的图书馆YouTube跟bilibili的账号 大家可以随时序回放 还有我们的之后的一些PPT的课程 也可以在第一栏那个图书馆的资讯课程 网站去下载的 就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现在想不到的话也没关系的 如果你之后想到有任何问题 都欢迎发邮箱到我们的参考组里面 或者是打电话都可以的 那我们下周呢 也会举行一系列的培训 是邀请到web website的培训师过来分享 如何利用工具 也是做你的学术研究的 有兴趣的同学也记得来参与啦 那今天是周五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 还有妇女节快乐 那谢谢大家的参与了 拜拜 谢谢史老师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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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